當時就有一個謠傳說 中國派飛機去接他們的人 只要台灣人認定自己是中國人 也可以上飛機把你接回來 這件事情是真是假 在網路上引起了一片討論跟撻伐 但是最後結果是假的 而且還讓大阪處長蘇啟成 自憶身亡 而當時我們的這個 北市議員羅志強他就講說 謝長廷還在鏡頭前 而且在事後掉眼淚是鱷魚的眼淚 而前外交部長歐宏戀還說 說出了真話 但是這兩個人都被謝長廷告了 告一個求償80萬 一個求償100萬 最後怎麼樣呢 我們先來看這則報導 讓大家回憶一下 假新聞逼死蘇啟成 錯 是外交部借假新聞逼死他 因為你根據假新聞 你就要做懲罰 他不能接受嘛 話說得很重 前外交部長歐宏戀 為蘇啟成抱不平 到底他死前 接的這通電話是誰打來的 他當天跟這個 謝長廷通電話 相信也是啊 給他解釋 但是很可能 他跟外交部電話 跟謝長廷電話 通通回應是再度被羞辱 對 所以他的遺言呢 最後的一句話說 不願意再受到羞辱 為何原本沉默的蘇啟成遺孫 改變心意 決定出面 歐宏戀說不明 因為謝長廷電 一直在說這個蘇啟成有憂鬱症 所以他去見了吳朝謝 兩件事 一個就是請你管這些 是 謝代表的罪 第二件 請你尊重專業外交官 蘇啟成一雙親自 找上吳朝謝 要求他管好下屬 而外交部官員 想要參加蘇啟成 在東吳大學的追思會 則通通被婉拒 愛死外交官 愛死外交官 這些台官一度要把棺材 扛進外交部 卡山楊慧如網軍 攻破越演越烈 國民黨就要 外交部給個招待 謝長廷 下台 蔡英文下台 要求助日代表謝長廷 和總統蔡英文下台 藍營質疑楊慧如是 謝的子弟兵 怎麼都和謝長廷 脫不了關係 兩人到底有多好 讓你知道 兩人羨慕不羨慕 說不穩 我們家的人都很喜歡院長 說你的優點又在哪裡 哪裡能夠贏過他們 又是宋求 又是新書發表會站台 楊慧如對謝長廷超友好 最後行動來證明 2008年 謝長廷選總統 卡山乾脆直接加入 競選團隊 安東送暖一下 哈哈 擔任謝團隊網路執行長 童年卡神赴北京遭遣返 謝長廷還請吃豬腳面線壓壓金 就連自拍影片也俏皮入鏡 對謝忠心耿耿道 當時還自爆解釋 2004年曾丟出履歷給馬英九 我曾經寄一份履歷表到馬英九先生的新台灣人基金會 雖然那一份履歷表最後被拒絕了 體現立場鮮明也讓楊慧如被視為泄系人馬 只是這位卡神爭議客多著 或是去年楊慧如就被爆 九合一選舉找韓國瑜開價一個月500萬 可幫動員人頭帳號帶風向 就這八月就被PTT列為不受歡迎使用者禁止發文 今年農委會被扣買1450網軍 網友指出PTT挺英網軍三大系統 楊慧如就在其中 大多數他們的關係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但是楊慧如其實在大家認為 他就是一個政治商 跟候選人開價多少錢 可以提供多少網軍 謝長廷不應該為這事情負責嗎 對啊 那楊慧如他自己是業主 他自己拿來那麼多錢 在判決書裡面就說 他是負責發錢的 網路頭目 是 所以他除非說他自己本身是身材有道 他可能自己經營多角化的生意 賺了很多的錢 但事實上我們一直不知道說 楊慧如他的正職是什麼 大家都懷疑說 他基本上他就是一個網軍頭子 所以最合理的懷疑 就是他的老闆謝長廷受到了攻擊 他為了微微救躁 為了要幫他老闆 所以就把風向移轉 變成是大阪的辦事處 然後就移到書處往這邊 除了這樣子合理的推薦之外 你能夠想到別的嗎 基本上你是想不到的 可是你看得到 當歐宏鏈歐前部長 在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脫口而出 把舒祈成的太太的話 拿出來講的時候 竟然被告啊 那謝長廷除了 恼羞成怒這四個字之外 但是我想不到別的說法去 對於他的這件控訴的事情 做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他顯然就是想要用訴訟的方式 去逼所有要批評他的人閉嘴 他就要做一個橫纏笑顏 那我們知道說歐宏鏈歐前部長 他在一審的時候 他是被判敗訴 然後後來上訴二審的時候呢 後來就改判他才就是免賠 但是我相信這個官司 對於一個非常重視親譽的外交官來講 他一定是一個很沉重的打擊 所以這個案子二審判決之後 沒多久後來歐前部長 他就過世了 那我們當然不能直接說 這個過世跟這個官司有沒有關係 但是我相信說 對一個老外交官來講 到他晚年的時候 他還要被一個 我不知道他看不看得起的 一個駐日代表 提出這樣子無地放始的控告 他還要拼命的為了自己的清白 去法院去奮戰 我想這個對他自己的人生 對他自己精神來講 一定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不過謝長廷這告了兩個人之後 的確後來媒體也都差不多晉身了 那也都大概沒有講了 你知道這個羅志強講 謝長廷他講了什麼 竟然被謝長廷告 就是說他是鱷魚的眼淚 一群會掉淚的鱷魚 吃人不吐骨頭就算了 吃了人還大喊善哉 慈悲切莫殺生 可比可惡令人憤怒 那現在事實真相大白了 就是在蘇啟臣處長 在字憶身亡前一天 接到了一通電話 這通電話可能是外交部打來 也可能是謝長廷打來 那內容就是說 你要回國 然後要記一個小過 然後全大阪處的員工 外交人員全部考級都平等 要是你你會生氣吧 對而且我如果身為處長 因為我的關係 然後搞到我全處的人 所有人考級都平等 這我沒有辦法 對我全處的人交代 所以我想說他最後會選擇 就是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當然我們這種事情 是不可以鼓勵的 而且珍惜生命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你說這個外交官 他的死難道不是被上級逼死的嗎 但是當外界有這樣的職業 而且這事實上他本來就是一個 可受公平之事 當外界有這樣的質疑的時候 謝長廷他採取的方式 是用訴訟來逼大家逼人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政務官 他應該要有的方法 對這訴訟的費用 不是他口袋拿出的錢 是國家的俸禄 檢察官在查楊慧如 以及他的下線 有一位蔡姓男子 就是查蔡姓男子的手機裡面 發現他們有些對話 有些關係 而在這裡面楊慧如的角色 變成是一個業主 就是他找了很多的 組成一個20人的網軍 其實應該不止喔 那他負責發錢 你只要留言留得多 每天都會監看 然後要去這個洗版面 還有要去推高 幫高調 幫高調這件事情 就在這個論壇裡面 網頁裡面呢 讓這個事情散布出去 那最後呢他是以公然 侮辱的罪行被判 六個月徒刑 但是可以義科法金 一天三千塊 那就付了錢就好 那出去又是一條好漢 繼續幹網軍啊 對 而且楊慧如他一審是 侮辱公務員及侮辱公署罪 被判刑六個月 但是我們知道說刑法 之前不久才修正 侮辱公署罪已經被廢掉了 所以那楊慧如已經上訴到二審 那二審之後呢 他侮辱公署這部分的罪 就不會成立 那他侮辱公務員的部分 雖然還是會成立 但是他的刑責會不會 會不會減輕 這個我們可能可以再看一下 那雖然楊慧如在審訊的時候 他一肩擔起所有責任 他說對 我就是基於一個 國民的那種就是熱誠 然後對於這些不公不義的事情 他就發文 但是各位 你我都知道 如果我們就只是一個小老百姓 我們自己本身的收入有限 你今天看到一個 不公不義的事情 你會撒下大把的銀子 雇二三十個人 幫高調大家一起推文去洗版 然後去羞辱某一個 駐外的公務員 不是羞辱你隔壁的鄰居 不是羞辱你老闆 是羞辱一個駐外的公務員 跟你離了十萬八千里 完完全全扒竿子 打不到關係的人 完全沒有身頭大份的人 你說他是基於一個國民的義憤 你相信嗎 是我 我不會相信 是 他在這個大阪機場事件呢 在網路上帶風向之後的八天 其實蘇處長就已經 自意身亡喔 那她的遺孫 也就是蘇太太呢 因為這件事情 聽說呢 外交部裡面在傳著 其實她就聽到是 謝長廷那邊 去講說她的先生有憂鬱症 所以才走上這條路 所以呢 她就見了外交部長吳部長來說 請她好好管謝長廷的嘴巴 那這件事情被歐宏鏈 剛剛在廣播上面 披露出來之後 她竟然變成被告 被求償八十萬 還好是法官老天有眼 把這個過程呢 都享受了之後 而這件事情當時 的確在新聞媒體 引起軒然大波 所以謝長廷就忌恨啊 就覺得說 都是你們這宣傳出去 但是對於楊慧如 被判刑這件事情 卻完全不提一個字喔 好像都跟她無關 但是呢楊慧如的關係 大家剛剛也看到了 到底始作俑者是誰 那雖然在這個判決裡面呢 並沒有 法官沒有去查說 楊慧如的上限 是 她到底跟謝長廷之間的 金流或者是她的手機 上面的聯絡完全沒有查 她只有扣下限 蔡先生蔡網友 查到說她跟楊慧如之間的 有一些聯絡喔 但是呢 等於說 檢察官法官 也直接把在這個事情上面 做了斷點 對 哇就查不下去了啊 以前常常講說證據到哪裡 案子就辦到哪裡 但是現在是案子辦到哪裡 證據就到哪裡 就斷到哪裡 她就不會在網上查上去 就算說證據到哪裡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